蓬佩奧在星期三的威斯康星州會議演講中 點名了紐約、三分市、芝加哥三個中領館從事間諜活動 紐約民運人士張林則認為紐約中領館受當其衝負責指揮全美的間諜活動 蓬佩奧還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密切關注美國工作的中國外交官人員並進行調查 未來不排除有更多的中共外交官和間諜會被捕